我们大家都还在观望 金融股是不是到底跌够了 是不是真的价值跌出来浮现了 都还在观望当中 却在这个时候发现到 有一些市场的大咖出手楼 比如像是玉铁企业 出来扫货星光晶 后面再由保佳集团相关的 出来扫货富邦金 好要把新闻来请世新解读了 您觉得这些大咖出来扫金融股 是也表示他们认为 金融股的买点浮现了吗 其实我觉得是要看 每个人口袋的深度 人家是大老板 可以现在开始慢慢往下接 那如果你是小资主 你可以这样吗 如果说后面还要再跌的话 你子弹没有那么多 那所以我们要先来讨论 金融股到底跌够了没有 我想现在金融股 今年是碰到市率的困境 这个哪市率的 第一个利率 我们刚才讲了美国升息时码 你台湾要不要跟 那很多人会说 不对啊 如果银行利息升息 那他利差不是扩大 不是会赚钱吗 没有错 这个是指 如果你要投资银行 你当银行股东 甚至你家开银行 对你来讲是好的 但是如果你是买股票 赚这个价差 对你来讲不一定好 为什么呢 你去想一个问题 美国如果升息时码的话 对不对 那他的这个明年中的这个利率会到3% 这个时候3% 那你台股 你这个金融股的殖利率 现在掉下来 了不起就是6% 7%给你 那可是人家那边是无风险就有3% 那再来第二个你看汇率 如果美元还会再升值不用多升个2% 你说有没有可能 很多人都说美元霸权要结束 可是我观察这35年来 美元指数不过就是在 75到120 我们把价值抓小一点 80到110之间来回 那现在才103104 如果说他真的跳到110 那升值幅度不止2% 所以你看刚才利率可能就已经有3% 现在光是汇率又升2% 那是不是把你的殖利率都吃掉了 那你就没有优势了嘛 你台湾的金融股市没有优势 要命的是第三个叫波动率 什么叫波动率 就是VIX指数恐慌指数 他是怎么来的 就是很多人会去玩选择权 你玩了选择权 他的波动率就会增加 那一般会去玩选择权 让他波动率增加 通常是因为有利空嘛 我们只有听过突发性利空 没有听过突发性利多 所以波动率增加代表 盘式股价会有很大的震荡 那你就想你好不容易 这个殖利率有6% 结果可能一天一个跌停 就把它吃光光 再加上利率跟汇率 你觉得你的殖利率 6% 7%还有什么吸引力的 所以我一直在连线 或者什么平常接受访问的时候 我就讲我不看好今年有所谓的 除全息行情 甚至今年还会有弃息的行情 为什么 因为去年获利很好 今年发出来的鼓励很高 那鼓励很高 偏偏你又税率又不少 就是说你领的鼓励多 你要缴的税是不是又多 然后今年看起来又 可能不是那么好的一年 可能又不会有除息行情 那你搞不好抱着要贴息 还要缴税 你觉得这些大户 他会愿意去冒这个风险吗 所以我觉得金融股的这个利空 其实还是存在 那至于说要到什么时候 存股足才可以买 我认为有几个点 你可以看一下 第一个是如果说他的这个年限 股价跟年限形成很大的负乖离 负乖离10-20% 像这几天这个富邦金就快到了 他就已经修正快20% 跟年限的负乖离快20% 我觉得短线他就有可能酝酿一个反弹 那再来就是说股价跟他的净值 因为股价是股价净值才是一间公司 他真正的价值 股价跟净值如果相除 如果是几乎是一或者低于一 代表说股价比净值低的话 那他的投资价值就会浮现 这个时候你也可以开始考虑开始存 那最好是在除全息行情结束之后 为什么 为什么我要的不就是他的 他的那个利息吗 所以我说我认为今年不要参加除全息 今年的逻辑要不一样 我今年逻辑要不一样 我们刚才讲过很多抽资金嘛 所以这个时候你最好等他 气息卖压出现之后 出全息过后 你再来减应该会减到便宜的价位 那还有就是 美元指数开始回落的时候 这跟刚才杜老师讲的 看人民币是一样的情况 美元指数回落的话台币就等于 不会再扁 台币不扁的话外资就不会卖 那外资不卖的话 他就比较不会去卖 他们喜欢持有的金融股 所以我综合建议就是说 你要买金融股可以 但是你要很有耐心 因为他不是那种电子股 这个股性很活蹦乱跳的这种族群 对啊所以像如果我是存股族 我就不在乎他上下跳动 我要的就是他的鼓励嘛 所以到底有没有哪一些是比较 可以抵抗风险的 其实不会受到这些 升息或是一些乱七八糟的 黑天鹅的一些波动的各种 所以我们就要看金融股 他其实也是有分族群 他分三个族群 第一个金融股 他是所谓受险型的 比如说像富邦金国泰金 那这种你就要注意 因为今年升息年的话 股价震动 他们这个保险公司收到的钱 都会投资海外证券 或者资产 那就容易受到波动 所以我们看 最近富邦国泰修正的很大 那第二个就是说 纯粹银行的这个靠利差的 像这个兆风金玉山金这些 我觉得这个就比较安全一点点 以今年来讲的话 虽然说他股价可能 不会动的那么快 但是至少比较安全 那长波段的话 你可以注意证券型的 像元踏金国票金日盛金 他们主要是股市 那我们股市说 虽然今年不好 可是我告诉大家 你再怎么不好 跟十年前相比 其实我们的成交量 以前我记得十多年前 3000亿叫做天亮 那现在3000亿叫做基本 不到3000亿叫做量缩 所以其实他的营收 获利都比十年前好 我觉得你可以留意一下 那比较建议的个股 官股的话 我觉得我们可以看一下 像这个赵丰金第一金 华南金跟张颖 还有台七金 所以把他拉出来一起比较 拉出来你看一下 股利连续发放很重要 那赵丰金我比较建议是说 因为他手中有很多美元资产 他在美国有开分行 所以他手中就有美元 如果美元升值的话 对他比较有利 那平均殖利率也不差 19年来都有5% 那余放比是什么 就是说我银行放款出去 那他还不是收不回来 是说放出去还要去吹缴的 这个比率非常低 0.26% 全世界这个所谓的巴塞尔协定 对银行的余放比规定是3% 我们全台湾你不用担心 0.5%都不到 所以你问我台湾金融股 我认为是每一档都可以投资 对那只是说关股里面 我比较建议赵丰金跟 确实赵丰金鼓励连发19年 对这表示说 2008年金融海啸发生的那时候 赵丰金也发鼓励了 对所以也就是说赵丰金 他可以相比之下 他真的可以对抗其他的一些风险 对在关股里面 那我们再来看民营企业 民营企业的话 你就看像这个金晨银 那个上海商银 这里面金晨银 你看他余放比几乎是0 受信品值非常好 股径比我们刚才讲的低于1 那现在这个EPS 去年也有5.02元 那所以今年配息应该也配的不错 那其他比较注意像永丰金 玉山金 玉山金发下豪雨 10年获利要增加一倍 像这个金晨银跟玉山金 我觉得投资朋友就可以留意 那像中信金在美国也有开分行 所以他手中也有美元的资产 这个投资朋友也可以留意一下 数字看到头都花了 来世新请帮我们直接做排名 告诉我们的存股族 现在关股跟民营首选谁 关股的话我建议是赵丰金 关股赵丰金 如果是民营的话 我觉得玉山金跟中信金是不错的选择 那有排名吗 如果真的资金 因为大家资金真的有限 那在这么少量的资金的话 顺位上面你会建议 一 赵丰金 二 中信金 三 玉山金 好 名单给大家咯 大家有没有听好笔记起来咯 好 收拾一下更多的产业讯息 马上回来 大家好多的产业讯息 感谢观看